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撒维尔街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高级住宅区 以制作传统的南式定制服装闻名侠尔 在这条著名的购物街上 有着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 印度裔服装设计师保罗吉特 保罗付出了百分之百的汗水 在这片全世界南庄圣地站稳了脚跟 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保罗的故事 传统的西装发源于英国 至今伦敦的萨维尔街 仍然是世界南庄的工艺典范 全定制Bespoke 就是萨维尔街出品的服装精髓所在 这是保罗吉特 一位印度籍的服装设计师和裁缝师 他的工作室就位于萨维尔街的12号 保罗于1997年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伦敦的中央时装学院 取得硕士学位 之后从2000年起 就在萨维尔街开始了自己 作为全定制服装设计师和裁缝师的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亚裔的服装设计师 想要在萨维尔街立足并非容易 保罗是如何在这里开始自己的事业呢 在萨维尔街的中央学院的中央学院 在我的技术学院中 我非常幸迹 从学院中的学院 我被拘捕了一位 成员叫做 Mr. Anthony Price 是一个非常名的英文员 我非常幸迹是他的助理 我发现自己的工程中 我比较像一个工程中央 所以我认为莎威尔街上做更多的职业 我认为莎威尔街是我的标志 我是第一位和最年轻的印度人 在莎威尔街上 我认为莎威尔街上出品的西装 秉承英国的传统 强调合体 修身和线条感 保罗给客人定制的西装 全部以手工制作 他介绍了自己服装品牌的特点 我认为自己的服装品牌 我认为非常确定的衣装 衣装非常厚厚 非常近身的身体 我认为我做的衣装 有没有短缺 每个人都必须把目标下 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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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你能够成功能够成功 只能够成功能够成功能 Elegance, I would say, as you were saying, talking about those proverbs, and Elegance is something which cannot be bought. Money can't buy Elegance. 保罗提到,自己从事这一行业的客户往往是些名人富商。 他曾被一位世界级的名人称其为服装大师,并绝对的信任和依从保罗的着装建议。 他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这就是什么你活着。它是很值得的,当你听这些语言从你的客户。 但是,它不是很容易得到这种程度,当你会得到这种高标的客户。 它来到很重要的责任,因为,在这种程度上,它是很难。 很困難在這壞壞的世界上 證明自己是真正的藝人 你是藝人 這就是你能做的 不僅僅需要很多努力 也需要很多年來證明自己 對於今天所取得的成績 保羅認為自己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他對自己的這份事業充滿了熱情 但你覺得14小時一天 如果我放在這份事業充滿的努力 讓我告訴你 我已經移動了 它是24小時 因為我所說 因為這份事業充滿 還有這份事業充滿 我吃,吃,喝,喝 我所做的努力 我做的努力 所以我沒有考慮 多少時間你放在 但是 這份事業充滿 真正的努力 保羅的一位客人 弗洛拉前來勢中 他對保羅的服務和質量非常滿意 我必須要說 我非常感激 我非常感激 工作人員 非常個人 甚至於 我後來的職業 小事業充滿 他仍然是非常敬虧的 不僅僅 他提供新的事業充滿 他很年輕 一路走來 他的感受是 這整個事業充滿 挑戰自己 製造更好 因為我沒有滿意 我現在所製造的 百年歷史的 塞瓦爾街 堅持著傳統 把最精湛的手工製作工藝 完整的保留至今 作為這裡 亞洲最年輕 也是唯一的 印度衣服裝設計師 保羅以自己的用心 努力與誠信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客人 我現在已有多久 我還要做過幾個 年紀的 這整個 旅程 去到達成 這裏 但我還沒 但是在這裡 我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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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這不是 你會有機會 到我下一步 我還要去 你會知道 我還要去 我還要去 I could really